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知道说绿军的执政县是首长呢 其实在这里都大大的来争取要能够加入资金区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法案进到立法院之后呢 现在看到这样的状态 我们看到首长们其实心里应该是喜欢的 也愿意的 也期待快点 但是在中央的他们的立委们 绿军立委们就开始在这里又做一些杯葛动作 至少这个会期看来是没希望 这里头的矛盾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有没有这个矛盾嘛 我们就来看两岸之航来讲 赖清德那时候2008年 在接民党团干市长的时候 他批评说两岸直航就是木马屠城计 那时候老共的军机就会跟着民航机过来 那台湾就会沦陷了 可是他当选台南市长之后他怎么讲 两岸后来直航了嘛 他说他要争取两岸在台南定点 然后要增加航班 为什么这种转变呢 因为立委跟县市首长考量的不一样嘛 立委可以在立法院可以打嘴炮 可以为了向深蓝或深绿的选民屈服 可是你县市首长你就要顾到在地的经济嘛 你真的当家就不一样 而且赖清德这种转变 并不是说换的位置换的脑袋这么简单而已 最真实的在潜藏在他心里面的最真实的一个声音是说 开放两岸是对台湾有好处 所以他用行动去认为说这个事实就是这样 开放就是对台湾是有益的 那过去民党反对了 其实就是有一些就是打假球啦 或打嘴炮啦 或者像他的基本盘再做一个取暖而已 他必须这么做表态嘛 就像这次省这次的资金区一样嘛 像很多绿营的都说 开放农产品进来了 对台湾会冲击会伤害嘛 甚至有人就举那个花生嘛 就说开放大陆农产品在加值之后 虽然用MIT的出口 可是还会回销到台湾来啊 就会对台湾的本土的市场造成冲击嘛 可是我举个例子 其实现在台湾最大的那个花生酱的品牌 你知道美国的品牌 他其实不是用美国的花生 也不是用台湾的花生 他用的是什么花生 他的原料就是大陆的花生嘛 那你现在禁止大陆的花生不能进来 不能再农产加工再出口 那结果获益的是什么 获利还是美商啊 其实还是外商啊 就是全球产业分工 产业链的一个全球分工的一个趋势底下 资金区就是这样子嘛 他是让台湾的整个产业是升级嘛 可是你现在还是反对还是杯葛 那为了什么 为了很多是政治利益嘛 或为了意识形态嘛 真的为台湾好嘛 那蔡英文其实接党主席之后 他今天接党主席嘛 那其实他的很多党团的干部 其实都是他的子弟兵嘛 那如果真的他为台湾好 他可以掌控立院党团的话 他就要求要下令民党团要支持资金区啊 那真的这才是为了为台湾好嘛 黄爱哲你说是吗 党团跟党中央应该是平行的 我不认为说应该被掌握 但是我简单的说 刚刚回应民贤刚刚所说的 民党的这个 尤其他讲到赖清德 我需要再讲一下 赖清德要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担任党团干部 那个时候要说明要来质疑这个执行 会可能会造成一些困难 那后来如果说这个事实证明了 没有这个困难 他作为地方首长 他现在台湾是有航班 可是不是跟中国大陆执行 是跟香港 当然你如果硬要讲 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那我就没话讲 你们是这样认为没有错啊 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的讲 其实对于资金区的部分 我大家请大家看 这叫自由贸易港区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大家立法院的这个预算中心 针对自由贸易港区 进驻事业甚少 委托加工也没有见成效 所以说这个部分不够带动 那这看这个部分 自由贸易港区前店后厂 进驻了厂商啊 现在那么多 从94年 那时候民党执政开始了 一直到102年 才只有几家 才一百多家 有基隆港 台北港 苏浩港 台中港 高雄港 这五个港口 刚加上这个桃园 机场 有这五港一空 结果事实上才一百多家 那表示什么 表示说事实上 自由贸易港区 对于招商引资效果有限 那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说我们要 这漏两点 漏两点不够 我还要漏三点 我觉得其实这个 又不是牛肉厂 如果说把我们自己的 经济该有的规范 都开放了 那就一定是好的 如果真的是对岸 比如说中国 或是美国 他们开放所有的 我们签FDA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产品卖到他国可以免关税 是 然后可以这样 节省厂商的成本跟竞争力 现在不是 是为了我们求厂商来我们这边投资 我们关税 我们关税跟所得税跟条件 通通降到最优惠 那这样子我们留在 我是担心说留在 我们台湾富力这么小 留在地区内的厂商怎么办 最后一个讲到美国的花生 或者其他 这我们不能拒绝全球化的潮流 是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产业是脆弱 如果今天自由经济示范区 里面的产业是台湾所没有的 譬如说奇异果 台湾没有产奇异果 比如说人参 台湾没有种人参嘛 里面弄个人参加工区或奇异果 或是这个里面的 前列后厂的工厂里面 只准进这些东西 你看台湾农民会抗议吗 不会啊 问题是它里面的产业 弄得太不清楚了 里面很多台湾原先有的东西 你也开放进来 那这样子对产业的冲击 让民进党有很高的正当性来反对你 不过刚刚委员讲那么多问题 那法案现在是一条一条审 跟之前在吵的服贸就是不一样 那就请你们好好审 我想好好审在这区 可以做好好的一个把关 所以要请教董老师 刚才黄委员讲到的这个自贸港区 刚才也说到 那是在陈雪扁总统执政时代的 这个产物 就现在发现是成效不张 所以呢 因为阿扁做的时候成效不张 所以马英九总统 这个时候在搞的自经区 他们也同样没信心 我先讲一点 我就觉得在现阶段 在整个民意党上面的一些做法上面 我觉得在立法委员是比较偏正的 在民意代表是偏金的 他们是正金分离的 正是反中 这个逢马必反 这个逢中必反 但是到了这个民意代表上面 事实上是为了 我坦白来讲 民意代表还是为了民众的福祉 他知道这个经济 是整个这个地方发展上的命脉 所以他愿意为了这个民众的福祉 而去努力 这点我事实上也都肯定包含国民党或是民意党的民意代表 那刚刚谈到这种 从自由港区到现在的自经 我觉得这种环境产生一些的变化 因为真正的这种市场上的开放 可能最近十年来 在整个国际间资本上的流动 远比以前流动的快得太多了 所以在这个发展上 也许说在自由港区上面发展不是很好 但现在看所有的自经区上面 几个邻近上的一些国家上面 看起来发展的程度还算不错 那另外一个要讲到的 除了产业上的地方上说没有的部分以外 我觉得国家应该也要发展 他的国家的一种产业上的政策 举个例子来讲 像习近平刚才到上海去看他自经 他只看了三家产业 第一个航空 第二个汽车 第三个医疗检验 他要将这三个产业成为他下一个世纪 这个国家在整个产业政策上 一个领先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整个政府上的思维 除了兼顾地方之外 另外在自经区的部分 也要想到我们将来 是不是有一些领头的产业 竞争的产业 能够将未来 为了台湾 下一个世代 能够做一些更好的努力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是 这些年来 大家觉得经济中 大家一直在讨论 不管叫产业的转型 叫产业的升级 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在哪里 哪些是要被扶植的明星产业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跟我们邻近国家竞争 跟世界竞争 在这里都会大受影响的 这样的精神 有没有进到自经区里头去呢 这当然接下来 两党在审案子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里 可以考量得更加的深远 但是我们来看到说 这个请教纪委员 民进党的县市首长 执政这五六县市的首长们 其实呢 大家也都认真跑对岸 那么刚刚讲到的 只要讲到农产品 大家就非常紧张 因为他们执政大部分 是所谓的农业县市 单单针对大陆也不对 因为这是个完全开放的市场 如果在自经区里头 但是里头就表示 大陆也可以来 这里头的矛盾 应该怎么去讲 他们拼命要卖 拼命要卖农产品到对岸区 那现在在自经区里头 有这样的开放又有意见 我更正一下 所以只有他还没有去到大陆 对 如果去过香港 没有去过 还没有去过大陆 并不表示他不希望去 他只是在找适当时间 你不能揣测他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我跟他当过同事 可以做这样子 可以跟他当过同事 那坦白讲 我是觉得这样子 其实不管你现在作为是 暂时不表态 或是说你现在是很记忆在争取 你都不能够排除 或是说不能够来否定说 自经区对台湾未来重要性 我告诉你 我们在讲什么 都有很多的政治的立场跟意图 那就自经区来讲 坦白讲 如果说今天你真的是压根反对 或是由衷反对 我觉得对台湾的经济 是非常大致上岸 我敢以我从政二十几年的 这种经历来做一个保证 我全面检视 因为我这段时间以来 跟管中民谈了好几次 不只是跟管中民本人 还跟他促长其实谈了好几次 我不能用之前他们所讲什么 利大一弊 至少你那些弊端来讲 你现在民谈来讲 没有办法非常具体讲出哪里 真的会影响多大 可是自经区没设立 你听我说 他的机会是一点一滴在流失 他跟服务完全不一样 管中民讲三个月 当然我不能说 这真的是只有三个月吗 但是我跟你讲 真的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讲说 到底这是特销什么药 我不认为它是特销 但是至少是当骨的药 至少是健保的药 至少是补药 就像那个什么 替文庚散跟他们说 要贏着替文庚散你有收到吗 没有了我会收到 但替文庚散三个月后期而已 如果 如果说这段时间 大家只是争吵不休 我跟你讲 那我个人感觉 如果说在七合一选举之前 通过还可以 如果拖过七合一 要等到2016 我跟你讲 所有的优势尽失了 继委员 我只是简览回应 我担心你烈子迎兵会做不到 我跟你讲 真的真的是这样讲 我举一个清楚的例子 比较就知道 2000年我们做了什么 2001年做了什么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WTO 台湾是用什么身份加入 已开发国家 中国是用什么身份加入 为开发中国家 所以我们开放的条件 跟中国是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说在整个过程里 如果我们自营区 现在是完全都开 不要说完全开放 譬如说开放程度 比较大幅优先 大幅领先 将来这个执政党是 因为我记得国座 你那个手板上 有一则说 有利于加入TPP跟RCEP 这是国发会的研究 国发会所说的 美国已经说了 那两回事 对 那是两回事 我直接问你就好了 假设你今天你是市长 我简单讲完 我简单讲完 你是市长 你要不要反对制进去 为了地区好 他会开放 但是为了全国好 我应该不主张开放 我简单地说 你如果是现在已经自己 先开放了一部分了 将来我们在跟人家 谈FTA的时候 你要从已经开放的基础 跟人家谈 还是从你开放前的基础 跟人家谈 你的贸易谈判对手国 一定要求你说 你既然已经开放了50%了 你这继续长 那我只要开放25% 我觉得是这样子 是不是值得思考 我觉得国安单位也好 经贸单位也好 要思考一下 我请到董老师 这是个值得来关心的话题 如果我们这么认真的打开市场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个国家 来谈FTA的时候 我们恐怕也没有办法 再降得下去 我想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这个资金区发展之后 有多少产业会进驻 然后这个政府要怎么样支持 那将来要谈到FTA 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想太多 但是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年代 对啊 那国法为什么讲年代 但是我觉得那是两回事 资金区上面来讲 现在的这个条例上 就现在的这个国际朝料上来讲 我想我也同意这个 晋国总委员的意见 这是一个在战略方向来讲 是绝对是一个正确上的一个方向 那主要在这个细节上执行上面 政府上应该要做 怎么样的规划 地方政府上面 应该要做 怎样的一些产业上的福祉 让这个资金区上的一个发展 能够走得稳 走得好 能够具有特色 让这个饼做大 举个例来讲 不要怕开放啦 举个例来讲 上个礼拜这个华尔街日报 有一个报道 它做美国20个主要城市 引用外国的高科技人才增加的比率 跟当地的大学生的薪资的所得增加比率 是正相关 每增加一个外国高科技人才的任用 增加当地大学毕业生的薪资 增加7个百分点到8个百分点 好棒 所以基本上怎么样 你是把这个饼做大嘛 把这个服务的品质做好嘛 把生产力提高嘛 所以呢 我们现在很担心 是个薪资上的问题 就是把资金区希望 刚刚其实 那个华尔街王爷也讲到很多优点 就是把这个饼 把这个服务做好 那很多细节的部分 我也希望这个国民党党 能够真正去审查啦 那真的是要照顾到 很多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些弊端 冲击 能够事先能够防止 对 这样才是一个完善的政策 现在这法案是在立法院审 当然两党这边都责无旁贷 那接下来 我们刚才老师做了 这么多的一个比喻跟举例 不要怕开放 台湾为什么会怕开放 还是只有民进党在怕开放 我们台湾会来谈